下面是承宪老法师所感慨的 误乎悲哉 不见地狱恶鬼之苦果 不见父母师长之受报 焰离心环抱谢思代 承宪老法师感叹 众生可悲啊 不知道地狱恶鬼的苦 没有见到自己的父母师长在受苦报 不晓得他们在哪里 所以他呢 这个焰离六道轮回的心 不真实不肯切 换句话讲他还留恋这个六道福报 享受 报谢思代 这个报是说报恩 谢是谢德 报恩感恩的念头呢 常常会懈怠 其实这个是一般众生通病 这是我一般常说的功夫不得利 虽然他还念佛 怎么样呢 断断续续 没有力量 古忘习诱约 上求下话之药 验苦报得之道 其为在天眼造势者于 这个提示就讲得太好了 上求下话 最重要是对于六道轮回的苦 要有艳离的心 对于阿弥陀佛的恩德 要有徒报的心 唯有我们真的天眼开了 才知道六道苦啊 我们才晓得呢 父母师长对我们恩重如山 真正要报恩 那自己一定要去极乐世界 不到极乐世界 想报恩 没这个能力 而且去极乐世界也不难啦 您只要做到三个字就好了 或者四个字 三个字信愿行 四个字信愿吃鸣 多久能够去极乐世界 一天一夜 二十四小时就可以搞定了 还有哪一个法门比它更快 所以这个法门是什么法门呢 特别法门 下面再介绍天眼通的第二个意思 二者如地基广齐异云 这个地基是日本 无量寿经的注解 如慧书等言 这都是日本高僧所写的注解 愿心曰灭恶生善 愿苦心惊 若而则非真土所得之一也 这个真土是指的极乐世界 这次引用了慧书里面的话 愿心曰灭恶生善 这几个字对我们现代念佛人来说 至关重要 因为我们现在每天要想什么呢 怎么样灭恶 怎么样生善 怎么样灭恶 怎么样能够厌苦 怎么样心静 心就是欢喜嘛 静是清静 我们对于恶跟苦要远离 对于善跟禁要向往 要追寻 追求 若而就是像这个样子 真土是指的极乐世界 为什么这样子说呢 今正约真土所得者 或有净土 其土圣众虽有天言 或见二千世界 或见三千世界 不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佛造 微臣数佛国 或有净土 其土菩萨 但虽得天言 而不能远距无言 是以苏心此愿而已 这都讲到阿弥陀佛对我们往生大众的恩等太大太大 灭恶生山 灭恶生山 厌苦心静 那这比其他经论所说的要更加殊胜 所以下面就细讲 或有净土 其土圣众虽有天言 前面我们看到了 他能够见到两千世界 或者三千世界 三千世界就是一尊佛的教华群 不能普见不可说不可说佛造 微臣数佛国 它的范围就很有限了 而我们到达基督世界呢 我们的天言在阿弥陀佛的加持之下 就能够见到所有处佛造 一个不到 包括哪里 地球啊 请问地球大不大 地球 太小了 地球 地球在整个宇宙里面算什么 一个小小微尘嘛 是不是 可是我们人小啊 我们人个头不高啊 就感觉到这个地球很大 但是跟整个宇宙相比 这个地球真的是太小太小了 微不足道 那么这么细小的一个星球 我们在极乐世界眼睛就能够看得一眼 会有净土 极土菩萨 虽然有天眼 但是不能够圆满俱足无眼